嗨,大家好,我是阿美美 之前有为各位介绍我用那个水饺皮来做成葱油饼 那个好像感觉也做得蛮成功的 那今天我再接再厉 我就是要用这个水饺皮来做韭菜盒子 那我准备的食材有哪些呢? 那当然是要韭菜咯 韭菜因为我们家实在是太多 所以之前有冷冻了一些起来 我今天就用冷冻的韭菜来做好了 在这边 我已经切好了 那我就说来试试看用冷冻的韭菜做 然后再来当然是要水饺皮咯 再来那个馅料 我有一些虾皮了 准备了一些虾皮还有一个蛋 那我们就先来做它的馅料 那先来把蛋弄一下吧 我现在就用一个蛋就好了 早上把蛋打開 炒出水 非常简单 就是把这个蛋弄好以后 好火关了 那因为我想说 这个是冷冻的嘛 就放下去过一下好了 然后再放把这虾 虾皮放下去 直接在这锅里面 再放些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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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骨椒好了 就把它過一過就可以 烤起來 這就是餡料 這就是今天要用到的餡料 這就是餡料 那我們就開始來弄這個水餃皮的 這我先放起來 那現在我就要來擀這個水餃皮了 好 這做五六個吧 看這樣撕得起來嗎 試試看 因為一下子把它弄個好幾片 因為不行的話就不能用這種方法 就是撕的時候比較難撕的 這個還是兩片 撕的開始還好 好 好 應該大概是這樣大小就可以了 那我來 一邊包一邊弄 好 希望會成功 沒有包過 好 感覺 沒有線沒有跑出來 就是一個了嘛 再繼續 繼續包 皮如果太小片就乾 稍微再擀一下 我們都把它包起來吧 我們都把它包起來吧 好 好 又包好一個了 繼續包吧 快包好了 就剩下 這一個 各位看我做了六個 是蠻快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把它 煎一下 好 那這我洗鍋一下囉 好 好 那這我洗鍋一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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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煎這個 韭菜豆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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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火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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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